岁末年中各大书店通路公布年度畅销榜 《心理励志》还有翻译小说还是占据榜单前几名 而受到选举还有公民运动崛起的影响 今年的人文科学类的书销售量也有成长 另外书店统计 台湾读者每年平均买11.1本书 而且50岁以上的女生比去年同期多买了2万多本书 这些可不是电脑打字的效果 而是真人的笔记 发房的页面 水质 咖啡质 脏污 在在都流入着真实岁月的气息 翻译小说S特殊的印刷设计 搭配23个专书配件 跳脱传统的阅读模式 让它进入各大书店通路的畅销榜 也是书店通路1300多位店员 票选最想卖的书 一般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只有翻阅的动作 但是那个内容里面有搭配的一个配件 还有就是内文的一个情境 所以非常鼓励读者们亲自地去翻阅 因为那个就是阅读最本质的乐趣 回到纸本书里面的相对的创作 陆老师乍看之下会觉得是个很邋遢的怪叔叔 可是他其实内心非常的幽默会写 会称自己跟儿子是废材的老爸并不多 可以写就是很轻松很荒唐他 他家里的事情 也可以写出一个很巨大的黑洞 那我会觉得 他就像是小说界的梁朝伟 被称为小说界梁朝伟的作家洛乙君 今年发行小说女儿及散文及小儿子 掌握网络世代用语 更贴近新读者 他与香港作家黄碧云 共同被选为港台最期待的在地作家 另外今年人文科学类的书 销售量特别好 比如说公民运动的兴起 还有食安的问题种种的 所以其实今年在我们十八大类的分类里面 成长最多的是人文类的 再来第二名是社会类的 所以像这个柯P的那本著作 那它就是在人文上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基础 书本销量往往与社会脉动紧密连结 看完一个榜单 似乎也一同回顾了今年发生什么事 而书迷也感叹 好书太多 时间太少了